欢迎收听中外大骗局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 叫海王诈骗案 一看这名字 您各位就知道 这肯定是跟渣男有关 对吧 这是一起车祸 竟然引出了一场大骗局 一个31岁的男子 竟然同时啊 同时和17岁的男子 7个女人谈恋爱 不仅骗色还骗财 大家就好奇啊 他怎么做到的呀 咱们就来说说 这个渣男的神奇操作 这案子呀 还不是发生在国外 就发生在咱们国内 2015年3月24号晚上 湖南省长沙市街头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司机姓袁开着车呀 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结果导致这袁某 炉内出血 当场昏迷 附近有过路的好心人呢 一看这情况 赶紧打了120 把这袁某就送到医院了 医生呢 很快就联系了 袁某的家人 这袁某的母亲呢 接到电话以后 又赶紧通知了 袁某的女朋友 这么着母亲和女朋友 俩人一起跑到了医院探望 咱们再来说另一边的案发现场 交警呢在那处理事故 就调取了袁某驾驶的 这车辆的信息 结果发现车主啊 不是袁某 而是一名女性 因为袁某已经送到医院 进行抢救了 交警呢 就联系了这名女车主 一方面呢 就告诉她啊 您名下的车辆 发生了事故 另一方面也通知她 开车的袁某 已经送到医院了 您看您 是不是要去探望一下呢 这女车主 接到交警电话之后 表现的非常震惊 非常的担心 哎呦是吗 是吗 她在哪个医院呢 交警告诉她之后 这女车主呢 第一时间就赶了过去 一看袁某还在那昏迷着呢 这女车主啊 也顾不上旁边 袁某的家人了 直接就扑到袁某身上 哎呦哭的 那叫一个梨花待雨 那个惨呢 当时袁某的女朋友 站边上呢 纳闷啊 哎 这谁啊 我还没怕她身上哭呢 这女的 她为什么 怕我男朋友身上哭啊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于是 袁某的女朋友 就问这女车主 你谁啊 这女车主也纳闷 我都这样了 看不出来我谁吗 我是她女朋友啊 啊 女朋友 很诧异啊 什么 你是她女朋友 我跟她都同居三年了 你是她女朋友 那 那我是谁 我哪知道你谁啊 就在这两个女人 互相揣测的时候 哎 又来一个女人 第三个女性 打开病房的门 直奔昏迷的袁某就过来了呀 哎呀 这个女的也是 扑过去 梨花带鱼 这一窟呀 怎么了呀 一刹那 屋子里的三个女人 这是面面相去呀 但是 也心照不宣 当时的那气氛 怎么说呢 就很尴尬呀 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 第四个女人又出现了 哎呦 这几个女人一下明白了 行啊 哦 这袁某肯定是有猫腻啊 啊 合着我这男朋友 不止我一个女朋友 都是他女朋友 想到这儿 原本很尴尬的 也不知道怎么说话的 这几个女朋友 就开始交流起来了 其中啊 一个女朋友就说了 我原来偷偷的记录过 她的手机密码 咱们干脆一块看看 她手机里还有多少秘密呀 这个女生一说 剩下那仨女生一听 好好好 咱们就这么干 于是呢 四个人一起 打开了袁某的微信 就发现 袁某的微信里边啊 至少有两百多个年轻的女孩 挨个的看吧 跟人都怎么聊的天啊 朋友圈 有没有什么互动啊 看完之后 这几个女朋友 已经确认了 行了 这袁某啊 就是一花仙大萝卜 不是个好玩意儿 但是 这袁某到底一脚踏了几条船呢 你看啊 咱们现在在场的就四条船 还有没有其他的船呢 对吧 甚至还有没有别的港口呢 机智的女朋友们啊 决定就用袁某的口吻 向所有女性好友全发一条信息 哎呦 你看 要不说人家女朋友聪明呢 就说呀 我出车祸了 在某某医院治疗呢 结果 前前后后几天的时间里 先后又来了13个袁某的女朋友 加上最开始那四个 累计达到了17名 这17个人里 年纪小的 刚20岁 年纪大的 有40了 也有未婚的少女 也有已婚的少妇 这里边跟袁某同居时间 最长的有10年了 最短的 也同居过几个月了 其中啊 甚至还有给袁某 生过私生子的 再后来 又来了一女人 这女人来了 跟其他的这些女同志不一样啊 我可不是他女朋友 我是他前妻 我跟他有过两年的婚姻 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婚了吗 太花心了 还在外边有私生子 让我知道了 这才离的婚 面对这么庞大 这么复杂的一个女友天团 对吧 这也算是女团 跟袁某一个病房的那病友家属啊 都看不下去了 说现在啊 部队里边一个牌 也就20来人 你看人这小伙子啊 女朋友都凑上一个牌子了 这家伙人就排长啊 而这时候 袁某随着几天的治疗 也慢慢醒过来了 不过呀 他实在不知道 怎么面对这17个女朋友 共聚一堂的场面呢 哎呀 我这要醒过来 他们不得一人一把撕了我呀 于是啊 开始装傻 装失忆啊 问他叫什么 不知道啊 这这 那吃什么 不不不不知道啊 问什么都不知道 负责照顾他的护士就说 只要看见有女人来病房 袁某装傻充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由于袁某呢 是颅内出血 所以女朋友们呢 都认为他伤的很重 也都觉得 毕竟深爱着这个男人 他现在这么痛苦危险了啊 还得多爱护他 多体谅他 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啊 等他好了再说吧 于是 袁某这病床那 可成了整个医院的一景了啊 甚至别的科的病人家属 都过来看热闹来 每天十几个漂亮的女生 个顶个的漂亮啊 围着他 这袁某清醒的时候呢 还会跟每个人拥抱 但只要大伙一问他点什么 马上就 哎呦不行 我记不住了 哎呀我失忆了 哎呀我叫什么呀 然后就陷入昏迷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诡异的事可就出现了 别人的病都是到了医院医治 越来越好 可是在病房里 陪护人员最多的袁某 每况愈下 一开始呢 可能是昏迷一个十个钟头 按正常情况 到后边昏迷五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不昏迷了 哎 袁某不是 昏迷时间越来越长 这回昏迷五分钟 下回昏迷俩钟头 能想起来的东西呢 越来越少 于是这女朋友们就觉得 这里边啊 有问题 大伙凑到一块这么一商量 姐妹们 我看呢 根本没失忆 也根本没昏迷 她就是不知道 怎么如何面对咱们姐妹 所以呢 一直在装失忆逃避 还假装昏迷 骗去咱们的同情心 哎呦 想到这儿 这些女朋友们是彻底愤怒了 说实话 女朋友们很愤怒 这袁某呢 很慌张 可是这袁某的母亲呢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开始呢 看自己的儿子 这也离了婚了 老大不小了 得再撑个家呀 有女朋友 这是好事啊 可再一看 不对呀 女朋友有点多呀 再看现在这些准儿媳们吧 那是越来越愤怒 这老母亲呢 开始护犊子了 就出来啊 跟这女朋友们说 你们呢 不要打扰我儿子休息了 并且把他们都推出了病房 后来愤怒的不只是这些女友们呢 还有女友们的家属呢 人都过来要说法啊 怎么回事啊 把我闺女骗成这样了啊 有这样的吗 这不渣男都不能形容啊 这比渣还渣呢呀 这时候袁某的母亲说了 哼 你们别说这个 要是我儿子 要是我儿子有违法行为 自然有法律来收拾他 轮不到你们在这闹 女友们 还有女友的家属们 都被推出了病房了 出去以后 大伙更愤怒了呀 啊 有这么办事的吗 要不这袁某不行吗 他妈妈这就不怎么地呀 可没想到 更气人的还在后头呢 那后边还有什么事啊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袁某的母亲呢 把这些女友们 家属们就都推出来了 哎呦 这些女友 还有家属 出来以后 对袁某的愤怒 那是积累到了极点了 他们认为 袁某母亲说的呢 别看不好听 也有道理 应该走法律 于是大伙啊 就开一会 就讨论 怎么才能让袁某 承担法律责任 结果这时候 女友们才发现 原来袁某啊 不单只骗他们的感情 骗他们的身体 还从每个女友那儿 都骗到钱了 少的 骗几千 多的 大几十万 累计起来 达到了近百万 于是其中几名女友 就以诈骗罪 果断选择了报警 可是经过警方走访 调查之后就发现 这个诈骗罪 也不是那么容易成立的呀 因为虽然女友们都很愤怒 但不是每个人都想把袁某送进监狱 还有些女孩啊 对她有幻想呢 就期待着等她受伤 痊愈了 这些竞争者们都走了 哎 我不就能踏踏实实 跟她过日子了吗 所以这些姑娘啊 对于警察的调查取证啊 非常的不配合 此外 除了个别的借款 存在转账记录 还有很多是当面直接给的现金 还没有借条 这让警方取证工作就太难推进了 那么这袁某 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来吸引这么多样貌出众 经济状况好的都市女孩呢 而且不光是获取女孩们放心的 还让这些女孩爱她爱的 那是死心塌地的呀 当17个女朋友共聚一堂的时候 哎 有的女孩还不生气呢 还对袁某心怀爱慕呢 电视台啊 后来采访了一部分 愿意配合的女朋友 从他们的描述里呢 可以把袁某的套路 大致的总结为六点 第一 袁某对她的每个女朋友都说过 自己是某某工程的负责人 开着百万的豪车 名下有多少多少房产 除了这些 还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有派头 而且为人做事啊 非常大气 和朋友吃饭 甭管来多少人来多少桌 从来都是主动买单的 所以这些姑娘就觉得 袁某这是见过世面的大老板 第二 袁某主要是通过QQ啊 微信啊 默默啊 这些交友软件 在网上认识这些姑娘的 据这姑娘们自己说呀 主要都因为自己 到了失婚年龄了 整天待在家里边 不走出去 也没办法遇到心仪的对象 平时认识异性的途径的也少 就希望在网上试试呗 于是袁某就盯上这种平时工作繁忙的职场白领了 这些女孩每天出了工作加班 几乎没别的社交活动 所以她的出现 对于很多姑娘来说 就是同事之外 唯一能说话的异性朋友了 很快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第三 这袁某在聊天之中呢 那是嘘寒问暖啊 平时这些姑娘很少有人关心 哎呦 这袁某给他们哄得晕头转向的 当感觉关系到达一定程度了 袁某呢 就会果断的约对方出来见面 见面的时候啊 甭管对这姑娘多感兴趣 第一回见面 绝不会做任何越界的行为 很多姑娘就觉得 你看人家彬彬有礼 很儒雅 而且呢 袁某也不提要求 给人感觉啊 袁某就是单纯的喜欢自己 没有其他的目的 从见面开始 可能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他都不会对女孩 有亲密的举动 这逐渐的让女孩们 就放下戒心了 开始对袁某敞开心扉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袁某只不过是放长线 钓大鱼 就像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呀 高端的猎手 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 他用这种欲情故纵的伎俩 频频得手 跟他交往的这些女友啊 一般都是不到一个月 就把全部的身心都交给他了 第四点 这袁某在行骗之初 人就有完整的计划 跟每个女友呢 都编造类似的故事 自己都有相同的职业 相似的背景 同时要求每个女友 都和他呀 以老公老婆相称 所以他在聊天的时候 即便发错信息了 那女友们呢 也不会觉得突兀和奇怪 毕竟都是叫老婆嘛 而且他还把各个女友的电话 存为了项目部 省领导 财务部 等诸多的名字 所以每当电话响起来 他也不管在谁身边呢 都可以特别淡定的跟对方说 哎呀 我有工作啊 我出去接个电话 每当这时候身边的女孩 也不怀疑呀 你看这家伙啊 人这人这哪个厅 领导又打电话来了 人忙工作去了 就安静等他打完电话再回来 第五点 袁某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呢 一高人胆大呀 由于他需要频繁的和女友们见面联系 所以他选择的女友啊 大多数住的都很近 甚至啊 这十七个女友里有四个 住同一个小区 有时候袁某呢 在其中一名女友家里边 就说出去抽根烟去 其实呢 是溜到另一个女友那儿聊天去了 此外 袁某除了固定同居的女友之外 在别的女友那儿 停留的时间很短 一般呢 也就十几分钟 那么他会怎么说呢 哎呦 我手里事情太多了 但我太想你了 抽空过来看看你 这十几分钟的时间 可能就是聊聊天 连口水都来不及喝 他就又匆匆离去了 就靠着这么一些招数 把这些漂亮的白领女孩 那是哄得团团转 那么最终这事又会如何收场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袁某的那些花言巧语啊 还有他的那些套路啊 在女朋友们的眼里边 这就形成了一种 袁某特别爱自己的假象 这家伙女朋友们感动的都不行了 就认为袁某工作那么忙 哪怕挤出来十分钟的时间 也得来看看我啊 这男人对我太好了 太爱我了 就这么着 袁某多年来 跟这十七名女性 同时保持恋爱关系 还从来没露出过马脚 而这些女孩呢 也全都对他死心塌地的 甚至给他生下私生子 如果不是发生了这场车祸 还不知道 他能继续这样过多久 祸害多少姑娘呢 哎 感情的骗术 咱们说完了 那他是怎么骗钱的呢 袁某啊 不仅骗感情有套路 人家骗钱 那也是一招一招连环招啊 第一 他从来不是持续骗钱 他是过很久 才骗那么一笔 在这期间呢 仍然是嘘寒问暖 百忙之中 还抽出来十分钟陪伴 所以所有的女朋友们 都没起疑心 第二 袁某骗钱的理由 主要就是自己生病了 家人生病了 自己或者家人出意外了 或者说自己的钱 都套在手里的工程上了 这种突发事件 没办法一下拿出这么多现金来处理 哎呦 说到伤心处 还在那大哭不止啊 这时候女友们就觉得 你看啊 我的爱人 年纪轻轻出来打拼 这么辛苦 这时候家里出事太可怜了 女人天生这心软的特性啊 就爆发了 心疼袁某啊 得帮他呀 毫不犹豫的掏腰包 给他垫钱 可是即便袁某骗财又骗色 竟然还有不少袁某的邻居和亲友 认为他不过就是女朋友谈的比较多嘛 顶多是不道德嘛 啊 这有什么的了 证明人家这小伙子有魅力呀 但是呢 人不犯法呀 法律又没规定 不许谈那么多女朋友啊 最后啊 警方还是通过袁某的部分女朋友 收集到了各种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等等证据 2015年5月11号 以诈骗罪将袁某刑事拘留 等候法院审理 可是这起案件就在这时候 发生了反转了 2016年8月30号 一个长沙姑娘向媒体举报说 自己的男朋友有很大的问题 据这个姑娘说呀 她的男朋友叫袁正义 是自己4月份的时候 在微信上认识的 俩人聊了没多久 就奔线了 就见面了 觉得袁正义文质彬彬的 出手阔绰 感觉又有钱 又有社会地位的 于是两个人很快就开始了交往 交往之中呢 袁正义曾经和姑娘 坦白说啊 我呢因为比较有钱 过去先后有过41个女朋友 而这个姑娘就认为 既然她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又能跟我这么坦白 她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呀 就答复她说 嗨到咱这岁数 谁没谈过恋爱呀 我就喜欢你这样玩腻了 然后开始收心的男人 见姑娘这么一说 袁正义也赶紧说 我真的很爱你 我对咱们这段感情很认真 我想着咱俩最近去领证吧 这么着 他俩呀定了一个8月15号领证 不过没多久 袁正义就找这姑娘说了 我手里有个项目 得运作一下 需要给负责人发个红包 不过我的钱都套在工程里了 你说我这么大了 找父母药也不太合适 姑娘呢也没多说 直接给了他4万 姑娘就认为 这已经是准夫妻了呀 虽然还没领证呢 既然如此 那不用写借条了 谁的钱 不都是以后这个小家的钱吗 当年七夕节 姑娘想拉着袁正义回家呀 见见父母 毕竟要结婚了 怎么也得上门提个亲呢 结果袁正义开始找各种借口推托 这一下就让姑娘感觉到反常了 他心想 袁正义平时为人处事那么大气 结婚也是主动提出来的 为什么一说见父母 就开始扭扭捏捏的呢 由于姑娘从那天开始 就格外的关注袁正义 很快就发现 袁正义有两部手机 而且是机不离手 就算去厕所 俩手机一块带进去啊 咱也不知道人为什么那么忙 姑娘就认为你这手机里肯定有问题 对吧 八月底 他无意之中 抓到了一个破绽 拿到了袁正义 没有锁平的手机 就在微信里啊 看到了袁正义 跟多名女人的亲密的聊天记录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 哎 一年以前是不是新闻报出来过 一个渣男案呢 一下谈17个女朋友那个 赶紧看看吧 也姓袁呢 不不会是一个人吧 啊 我也遇着这么个人呢 再一细看新闻里边的照片吧 嘿 跟自己男朋友 袁正义 一模一样啊 套路呢 也都是一样的 这袁正义 就是当年的袁某 于是愤怒的他 就打了举报电话 同时他针对袁某诈骗案提出了质疑 为什么他在2015年5月11号因诈骗被拘留不到一年就放出来了 媒体呢 也采访了一些办案人员 人家也回复了 说其实啊 当初袁正义的案子没走程序到法院 有一个律师呢 给曾经被骗的女友提供过法律援助 这律师也说 因为当时很多这女孩子呀 自我保护意识太薄弱了 没有保留下自己被骗的证据 而且绝大部分的女友不想追究袁某的责任 都心疼他 都指望着袁某还能好好爱自己呢 这就造成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想起诉的姑娘没留证据 金额大有证据的 但是人家还有感情 玩了命的也不配合起诉 还有一些金额不大的 也没什么感情的姑娘 觉得反正也没骗多少钱 起诉出庭 这太丢人了 干脆放弃起诉 所以最后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